好啦 這件... 幹他真的超低胸的啦 不知道為什麼 我看起來就是 一開台就在那邊 呃... 我今天穿的好少喔 而且你們還有視覺效果 對吧 視覺暈眩效果 指紋解鎖 怎麼樣想按嗎 指紋解鎖 這樣看可不可以解鎖什麼東西 喂 怎麼有聲音嗎 哎唷 這麼近好色喔 你知道就是因為 不想要那麼色 所以才 弄那麼近的嗎 我先講一下 就是今天這件衣服呢 我沒有想過他 這麼小件 好啦 這件... 幹他真的超低胸的啦 不知道為什麼 反正他就是一個 我昨天拍工商的時候穿的衣服 然後因為我昨天是第一次穿他 然後穿的時候就 哇靠怎麼這麼的 集中突高啊 今天不是要收抄嗎 為了要幫你們收抄 可是... 費盡的苦心 讓沒有團結的東西 團結在一起啊 前陣子 有人貼那個... 有一篇低卡文章給我 就反正只要我在某些社群上曝光 就一定會有人說 會覺得刺鬼射的一定是一些... 年紀很小的人 或是一些小處男之類的 我這裡怎麼可能都是小處男的 你們這些人肯定都成年 怎麼會有小處男呢 你們這些人肯定都是大... XXX 或是功課都不寫完之類的 我們就在一邊做功課一邊看台 寒假作要寫不完了 不要再看台了 後天還要補考 後天要補考你還是這邊看台 怎麼樣 我臉上看起來寫的數學公式嗎 還是這裡有補考答案 有嗎 這裡有補考答案嗎 在哪裡啊 撥開看看 我看到了三角函數 沒有沒有 三角函數要從打打那邊看 不然這邊其實是在教導你們 3D立體圖 實際上我們是用一些視覺的效果 讓我們在正面的時候 看起來非常的雄偉 非常大 然後其實呢 你轉一個面 看起來就好像還好吧 不是啊 真的變寮色台啦 我怎麼看起來就是 但是一開台就在那邊 呃 我今天穿的好少喔 又要當膚淺的奶台嗎 反正 就算我不是膚淺的奶台 在別人的眼裡 我也還是膚淺的奶台啊 既然都這樣被誤會了 那我就只好當個 徹徹底底的膚淺的奶台了 主播我們看膩了 那我收起來 不好意思啊 收起來收起來 收起來 不看了不看了 收起來了收起來了 那衛生紙看起來也太自然了吧 我就這樣穿出門 然後呢 那個別人問說 欸你有衛生紙嗎 我就說 這裡 請問你要用衛生紙嗎 缺衛生紙嗎 行李梯是不是 幫你擦 唉 抱歉我真的是只會講黃色笑話 人家不是有那種梗圖嗎 就是上帝在創造你的時候 加了哪些東西 我就是上帝要是加 一點點黃色的時候 就不小心 噓下去這樣 所以我就在下面那邊留言說 抱歉我就是真的只喜歡搞黃色 抱歉了 2023年了 女生喜歡搞黃色這件事情 可以誠實一點了吧 又不是什麼保守的年代 女生不能聊色 女生聊色又怎麼了 奇怪 男生講黃色笑話就沒有問題 女生講黃色笑話就是故意喔 難怪被上低卡 怎麼了 我怎麼了 突琴奶比我大的 穿著比我露的女生 顏色很多的吧 我只是多了一點 我喜歡講黃色笑話的這種 成分在 然後我就 我就會被燒喔 雖然這個事情大概五個月前 已經開始有人說了 但通常呢遇到這種事情 我就是會 咳 哪裡像啊 好 多幾 等一下哪一個像啊 蛤 哪一個比較像 哪一個比較像啊 蛤 麻煩 那可以再放嗎 大牙裡 等一下 這三個哪一個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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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問 第3個超像 你們給我認真一點 你們給我認真一點 開啊 開啊 但是呢 不用把第三個放到選項裡面吧 尿...尿屁了 恭喜主播蕩選大牙裡 94% OK 哪裡像大牙裡了 我就說 蛤 哪裡像大牙裡了 蛤 不像了 可以再一次嗎 我都大牙裡 不然你學一下動作 我們再看一次 我之前就已經學過了 好啦 比較漂亮的還是大牙裡 盯著鏡頭兩個 10秒是吧 10秒好了 結束 大牙裡使用凝視 大家請集中精神在正確的東西上 今天是訓練你們專注力的一個晚上好嗎 訓練你們到底可不可以專注的 Focus在我們的睡前故事上 從前呢 有一個男人 他有一個兒子 兒子很愛他 而且他也很愛盒子 他說兒子很愛他 他結果是用這樣 他也很愛盒子 不是盒子 大盒子 圓盒子 小盒子 長盒子 各式各樣的盒子 他都愛 這個男人 也愛他的兒子 可是他不知道該怎麼告訴兒子 於是 他用盒子做了很多好玩的東西 送給兒子 他很會蓋城堡 他用坐的飛機 可以飛得很久很久 除非碰到下雨天 小朋友來玩的時候 盒子會一個一個的蹦出來 他們就在盒子堆裡 一直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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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覺得這個男人很古怪 老先生對他指指點點 老婆婆對他皺眉頭 所有的鄰居都在背後嘲笑他 可是這個男人 一點也不在乎 因為 他已經找到一種特別的方式 告訴他的兒子 我愛你 原來重點在這裡 這個當第一本可以吧 有進入狀況了嗎 各位 已經進入狀況了嗎 還是我這邊就放一個那個 會一直旋轉的東西 很暈嗎 很暈嗎 有沒有想睡覺了 我很正直都看臉 真的假的 還好我很正直都看臉 真的假的 真的嗎 Are you sure 明明是給小朋友寫的故事 卻是一堆標情大人在線上聽故事 你知道反而 長大了之後 會更喜歡聽故事睡覺嗎 我都是睡前會聽 就是youtube上找那種講話的影片 然後聽著睡著的人 而且其實我自己覺得蠻多 童話故事書 就是你長大聽了會 有不同的感受 長大都不聽這些東西了 只有在吃鬼這能聽到 長大都不聽這些 在這裡可以聽我唸到 而且你們還有視覺效果 對吧 視覺暈眩效果 指紋解鎖 怎麼樣想按嗎 指紋解鎖 這樣看可以解鎖什麼東西 有些人 會不會 會不會 有什麼問題 看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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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